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分勤快的人 人多少都有点懒得毛病 可是如果让你一直那么懒下去 不许你勤快 那也挺难受 或许这比一直勤快着还要难受 但是有的人却可以一直懒下去 与你分享老舍的文章 记懒人 一间小屋 墙角长着些兔儿草 床上握着懒人 他姓什么 或者因为懒得说 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大家只呼他为懒人 他也懒得否认 在我的经验中 他是世上第一个懒人 因此我对他很注意 能上无双谱的 总该是有价值的 幸而人人有个弱点 不然我也无法与他来往 他的弱点是喜欢喝一种 虽然他并不应爱酒 而有任何行动 可是我给他送去酒 他也不坚持到底地不张开嘴 更可喜的是 三杯下去 他能暂时地破戒 和我说话 我还能舍不得几瓶酒吗 所以我成了他的好友 自然 我需把酒杯满上 送到他的唇边 他才肯饮 为引诱他讲话 我能不殷勤些 况且过了三杯 我只需把酒瓶 放在他的手下 他自己便会真满的 他的话有些 假如不都是 很奇怪可喜的 而且极其天真 因为他的脑子 是懒于搜集任何书籍上的 与旁人制造的画的 他没有常识 因此他不讨厌 他确实是个宝贝 在这可厌的社会中 据他说 他是自右边 喊懒的 他不记得 他的父亲是黄脸堂 还是白净五须 他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死去 他懒得问妈妈 关于爸爸的事 他是妈妈的儿子 因为他的妈妈 也是懒得很有个模样 旁的孕妇是孕后 九货十个月就生产 懒人的妈妈 怀了他一年半 因为懒得生产 懒人的生日 没人晓得 妈妈是第一个忘记了他 他自然也想不起来去问 他的妈妈后来也死了 他不记得怎样将他埋葬 可是他还记得妈妈的面貌 妈妈 虽在懒人的心中 也难免被想念着 懒人借着酒力 叹了一口十年 未曾叹过的气 泪 是终于懒得落的 他入过学 懒得记忆一切 可是他不能忘记许多小四方块的字 因为学校里的人 自校长至学生 没有一个不下活猴 终日跳动 所以他不能不去看那些小四方块 以得些安慰 最可怕的记忆 便是学生 他想不出为何他的懒妈将他送入学校去 或者因为他入了学 他的妈妈就可以多心静一些 苦痛往往逼迫着人去记忆 他记得学生 一群推他 打他 挤他 踢他 骂他 笑他的活猴子 他是一块木头 被猴子们向四边推滚 他似乎也毕过夜 但是懒得去领文凭 老子的心中 到底有个无为营绕着 我连个针尖大的理想也没有 他已饮了半瓶白酒 闭着眼说 人类的纷争 都是出于好事好动 假如人都变成桂树或梅花 世上当怎样的芬芳静美 我故意诱他说话 他似乎没有听见 或是故意懒得听别人的意见 我决定下次再来 需带白蓝地 普通的白酒 还不够打开他的说话机关的 白蓝地果然有效 他居然坐起来了 往常他向我致敬 只是闭着眼 稍微动一动眉毛 然后我把酒递到他的唇边 酒过三杯 他开始讲话 可是始终是躺在床上不起来 酒喝足了 在我告辞之际 他才肯指一指酒瓶 意思是叫我将它挪开 有的时候 他连指指酒瓶都觉得是多事 白蓝地得着了空前的胜利 他坐起来了 我的惊讶就好似看见了死人复活 我要盘问他了 朋友啊 在过去的经验中 你可曾不懒过一天或一回没有呢 天下有多少事 能叫人不懒一整天呢 他的舌头有点僵硬 我心中更喜欢了 被酒肌硬的舌头 是最喜欢运动的 那么不懒过一回有没有呢 他没当时回答我 我看得出 他是搜寻他的记忆呢 他的脸上 有点很近于笑地表示 这不过是我的猜测 我没有见过他怎样笑 过了好久 他点了点头 又喝下一杯酒 慢慢地说 有过一次 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 设若我今年是四十岁 没留意自己的岁数 那必是我二十来岁的事了 他又停顿住了 我非常地怕他不再往下说 可是也不敢催促他 我等着 听得见我自己的心跳 你说 什么事足以是懒人不懒一次 他猛不丁地问了我一句 我一时找不到相当的答案 不知道是怎么想起来的 我这么答对了他 爱情 爱情能使人不懒 你是个聪明人 他说 我也吞了一大口白蓝底 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 他的眼合成一条缝 好像看着心中 正在构成着的一张图画 然后向自己念叨 想起来了 我连大气也不敢出地等着 一株海棠树 他大概是形容他心中那张画 第一次见着他 就是在海棠树下 开满了花 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 围着金黄的蜜蜂 我和他便躺在树下 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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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 她的娘家的 不晓得怎么称呼她 懒得问 我们躺了多少时候 我不记得 只记得那是最快活的一天 听着风声 闭着眼睛 用脸承接着花片 花音下见不着阳光 可是春风吹拂着全身 安室而温暖 我们俩就像 埋在春光中的一对爱人 最好能永远不动 直到宇宙崩溃的时候 她是我理想中的人 她和妈妈相似 爱情在尽力享受 别的女子们 见了花便折 见了镜子就照 使人心慌意乱 她能领略花牧羊的恋爱 我是讨厌蜜蜂的 终日瞎忙 可是在那一天 蜜蜂却是不错 它们的嗡嗡 使我半睡半醒 半死半生 在生死之间 我得到完全的甜 敬与快乐 这个快乐 是一睁开眼就会失去的 她停顿了一会儿 又喝了半杯酒 她的话来得流畅轻快了 海棠花开残 她不见了 大概是回了家 大概是 临走的那一天 我与她在海棠树下 花开一残 一树的油绿叶 小绿海棠 在顶着些黄须 彼此看着脸上的红潮起落 不知起落了多少次 我们都懒得说话 眼睛交谈了一切 她不见了 她说得更快了 自然懒得去打听 更提不到去找她 想她的时候 我便在海棠树下静卧一天 第二天花开的时候 她没有来 花一点也不似去年那么美了 丰盛更讨厌 这回 她是对着瓶口惯了一气 又看见她了 已长成了个大姑娘 但是 但是 她的眼 似乎不得力地眨了几下 微微有点发失 她变了 她一来到 我便觉出她太活泼了 她的话也很多 几乎不给我留个追想 就是她怎么静美的机会了 到了晚间 她隐约地约我在海棠树下相见 我是日落后一向不轻动一步的 可是我答应了她 爱情使人能不懒了 你是个聪明人 我不该赴约 可是我去了 她在树下等着我呢 你还是这么懒 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我没言语 你记得前几年 咱们在这花下 她又问 我点了点头 出于不得已 她叹了一口气 假如你也能不懒了 你看我 我没说话 其实你也可以不懒的 假如你真是懒得到家 为什么你来见我 你可以不懒 咱们 她没往下说 我始终没开口 她落了泪 走开 我便在海棠树下 睡了一夜 懒得在动 她又走了 不久听说她出嫁了 不久 听说她被丈夫给虐待死了 懒 是不利于爱情的 但是 她 她因不懒 而丧了一朵花式的生命 假如我听她的话 改为秦景 也许能保全了她 可也许 丧掉我的命 假如她始终 不该懒得习惯 也许我们到现在 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 虽然未必是活着 可是同卧在一处 可是同卧在一处 便是活着 永远地活着 只有成双成对 才算爱 爱 不会死 到如今 你还想念着她 我问 那就是那次破了拦戒的惩罚 一次不懒 终身受罪 我还不算个最懒的人 她又卧在床上 我将酒瓶挪开 她又说了话 假如我死去 虽然很懒得死 请把我埋在海棠花下 不必费时买棺材 我懒得理想 可是既提到这件事 我似乎应当 永远卧在海棠花下 受着永远的惩罚 过了些日子 我果然将她埋葬了 在上边临时种了一株海棠 有海棠树的人家 没有允许 我埋人的 有的人勤快 却不知道为了什么而不懒 而懒的人 却知道为了什么而可以去勤快 懒是不利于爱情的 但爱情在勤快里同样死去 爱情是成双成对的 如果懒在一处 地老天荒都是爱着 爱就不会死 如果真的勤快累了 倒不如有些爱谁谁的懒的勇气 我们不能一直勤快 只要勤快对了地方 懒一些又何妨呢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